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新闻 今天是香港回归中国17周年纪念日 不过在回归17年之后 却有大批的民众在今天走上街头 举行七一大游行 要求更优良 自由的政治文化 接下来我们就立刻现场连线 美国之音VOA卫视驻香港记者海燕 请海燕为我们介绍今天香港游行的最新情况 海燕你好 你好 是的 首先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游行的这个情况 您现在就在这个现场 能不能带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情况 好的 如果说香港市民 在6月20号到29号的全民投票中 用票发声创造了香港的历史的话 今天香港的市民再次用脚上街 表达他们对北京发表 一国两制的反对的抗议 以及要求没有筛选的 或者是公民提名的真正的普选 今天下午大概三点半开始 这个游行的龙头从维多利亚公园出来 到7点为止到目前在维多利亚公园 据说还有两个足球场的群众在等着 从维园游行出来 大约一个球场能成一万多人 所以你们可以从我身后的这个人群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8点多还有陆续许多的市民 仍在走向这次游行集会的终点 也就是离我还有一个街区的渣打人行区 我在这个路上一路寻访了大约十几队 年龄超过50上以岁的人 50岁以上的人 询问他们这次对这次游行的这个感觉 他们都说明显的多于2003年 50万香港人反对公安23条立法的那次 曾经创造香港历史的大游行 今天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切的 或者是大约的参加游行的人数 但是因为现在游行还没有完 所以但是有估计至少会超过2003年的50万 是的 至少还能达到会六七十万 是的 海燕看来今天的这个参与游行的人数相当的多 规模相当的庞大 那面对这么多人参加了这个七一的游行 还有之前有将近80万人参加了这个公投 在港府方面呢 香港政府方面呢 有没有什么回应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有关 香港政府对今天七一大游行的直接的回应 但是就前两天全民投票的这个结果 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呢 就是公民投票缺乏法律基础 而且向公民提名这样的不符合 但他认为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这种民间政改方案呢 很难得到落实 而且今天的这个香港媒体报道 昨天包括港澳办中联办 还有商业部 以及人民日报 博内版还有海外版 还有环球时报 再次抨击香港的全民公投 就是由和平占众运动发起来的 这个全民公投 他们认为这是香港人 在挑战基本法挑战北京 是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祝香港记者海燕为我们从香港带来的介绍